我们看看这个照片 其实呢 因为这个2004年的时候 连宋他们有一个动作 是在选前竞选的场合 就清了土地 表示说他是爱台湾 那2014年呢 连宋会在摄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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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包括这个韩国瑜 之前有去就是看地方 这个积水的状况 但比较让人家 现在为什么会联想起来 是因为郭董 他的形象过去是蛮霸气的 但是我请教世间议员 他这个时候突然这么样身段 这么柔软 那记者跟他采访过去 过去在采访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 吃闭门根的状况 但是他现在地价的鞋带掉了 他可以帮他绑起来 这郭台铭就是用过去 马英雄Longstay那一部 假战就对了 又来了一个假掰 那我是觉得郭台铭犯了几个 我们台湾民族性的禁忌 台湾炒大碰风 你是成功的企业家没错 可是我们台湾成功 尤其又白手起家的企业家 不知返己 百公百业里面很成功的 尤其台湾是多元价值 那他只是一只 对 那这也是我们社会的格调 台湾首富宣布参选 难道我们整个社会 就要趴下去吗 去亲吻他的守备吗 这不对 这不对 台湾是多元价值 那这个碰风 照他这个讲法 什么也由他引进 不止五千亿 然后小云你这五千亿还带走 他会带来武造 那我简单讲 就好像流氓在炒团 说他多厉害 我就跟他讲说 对啦 不然我都在带的 不然我都在带的 那我们台湾人看不下去 那这种臭串 韩国瑜或多或少也有 你像这次春娜就是 那因为你的臭串 碰烘这个商机 你看那个瀑布香肠 准备两千条 结果一天卖四条 我觉得这不好 当然韩国瑜也有 对了像他春娜 抓毒就对 你看很妙 韩国瑜在台上唱毒你 台下那个药头毒贩 也唱毒你 那个半毒的毒 毒你千变也不厌倦 当然韩国瑜有强烈去抓 这是对的 但是刚刚我回到韩国瑜 大家说那一位质询 韩国瑜该不对 该谦虚谦虚 我跟你讲 这种回应 神跟人是不一样的 神有时候是拉不下脸 真是这样 那至于说 韩国瑜呛那个粉 他的韩粉 其实没有 没有啊 他从美国回来那天 他说不要动 统统不要动 他这句话是讲给 吴敦毅 马英九 郭台明听的 他不是在斥责韩粉 周末晚间九点进行锁定 正知道了周末版